今天我们在月份的月份预测的预测是比我们的预测的预测 我们设计了一切的预测和一月份预测 苹果公司第二季财报优于市场预估 主因是iPhone销售超乎预期 带入513.3亿美元营收 成长2% 不过整体营收仍呈现衰退 季减19.1% 年减2.5% Mac、iPad及其他产品都逊于预期 苹果也如期宣布900亿美元库藏股 季度股息提高4% 电话会议上另一大亮点 就是提及印度至少20次 我们刚刚刚发展了两个店银行 他们到达到一个很棒的店银行 一是在Mumbai 一是在Delhi 我们也有很多频道企业 我们也在与印度访问 我们也很高兴 有很多人进入中学 我真的感觉印度在一趟 顾客对印度前景抱持乐观 顾客表示 以区域来看 新兴市场在这一季表现普遍较好 墨西哥 印尼 土耳其和菲律宾的营收 创下新高 不过 苹果在大中华地区的销售额为 178.1亿美元 低于去年的183.4亿美元 把人关注 苹果在中国的布局 是否会把供应链核心转出中国 我们的供应链核心 是真正的预线 我们在投资全世界 我们在投资的美国 我们在投资在美国 我们在投资在很多 其他国家也 对疫情与货币 和 macroeconomic的货币 我们的供应链核心 已经很保持 我们感觉我们在这儿 另外对于AI新应用热门话题 扑克表示谨慎乐观 苹果将持续在更多产品中加入这项技术 但会考虑周全 他指出虽然这项技术潜力巨大 但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展望第三季 预估营收会小幅下滑 但毛利率将高于市场预期 新哈尔雅特电视高见伦理金晶综合报道